小李在这个小片里面有一段话 我印象特别深啊 就是他都在帮别人是吧 这个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认识多久啊 我们两个认识大概有两年了 然后是在学校组织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上的 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冰雪节 然后我们去做志愿者 在那个时候认识的 你也是志愿者 对 那大概在多久以前啊 两年前吧 等于那个时候认识的 那后来怎么就变成了男女朋友呢 两个志愿者 就是我们参加活动之后 大家有一个微信群 然后我们一直在里边就是聊天啊 在聊的过程中 我发现他这个人特别的热心肠 就乐于帮助别人 然后因为我也比较喜欢奉献爱心 所以就比较聊得来 而且就是在当作朋友的接触过程中 我发现他真的是对我们这些朋友 都是挺够意思的 然后你就被他吸引了 然后慢慢的我们两个就在一起 就在一起 那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了呢 这么回事 因为我们在一起之后 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吧 我们每个月都会去我们家那边一个福利院 去看望那些小朋友 上个月吧 因为我们单位有事 因为我参加工作时间也不长 然后领导叫我回去 我也不敢说不去 挺着急的我就回去了 我也没来得及跟他说是怎么回事 他就挺生气的 然后就训我 说我你怎么这么自私呀什么的 我就一直就特别委屈 就不至于吧 就是公益活动 因为我们俩之前就是每个月都去 当那天他突然跟我说 他说他不去了 然后我觉得 为什么不去了呀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那个生气 然后后来我事后知道情况了 然后我也跟他道歉了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 当时就有一次 就是我哥们跟他女朋友分手了 我呢就是看我哥们特难受 然后我就觉得 我说帮帮他吧 后来我就把我哥们那个前女友 微信加上了 然后我就开导他俩 就是想让他俩和好嘛 然后他上来就开始指责我 那会儿我也没想这么多 人家分手了 你跟女朋友聊 对 聊他们俩在一起 他能不说你吗 我是觉得吧 他不是不可以去帮他朋友 你说你哥们难受 我们大家看着也不是很舒服 是吧 你去劝他呀 你让他把这个事忘记 让他往前走嘛 你去跟人家女孩聊 不知道的以为是怎么回事的 而且他们两个肯定是因为感情 实在是走不下去了 才会分手的 你说强扭的瓜不甜 你那样去怎么可能说有效果呢 你真的是冷静的 分析的是对的 曲伟跟曲伟的媳妇吵架了 我就只能劝曲伟 我要劝你媳妇 这事就越劝越 咱俩打起来 这事就过吧 你们这不都过了吗 还有什么事啊 怎么你说他自私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觉得指责我了 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觉得那毕竟是我哥们 不能眼看着他难受我 然后后来就是特别窝火 我就觉得好像他 就是不想帮我哥们 你把他认定为一个 他不想帮助人的事 是吧 我就有点委屈了 就是 因为我觉得吧 不是说我不想帮 而且他也不是因为这一件事 所以才 还有其他的事 还有别的事 他特别愿意窗户的哥们的事 是吧 就是这么回事 他有一位哥们 跟他女朋友求婚 好事 是好事 然后大家都去了 然后就是要彩排嘛 可是我当天确实是有事 我去不了 我现在你说我也不是主角 你们那么多人都在帮忙 而且也不是说我不去人家去婚就求不成了 对 因为你不是求婚对象 走位 而且我确实是因为有事 我不能耽误自己的事 而且确实是因为我那边的事也比较重要 然后就 因为这个事也 当过几句嘴 这为什么 主要是当时我寻思 我俩本来就是男女朋友 去多一个人给他捧捧场 他信心不就大一点吗 然后他俩要在一起之后 我们也能在一块开心开心 人多热 结果他就跟我说 我去干什么呀 我就不去了 我说你咋这样呀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挺那什么的 然后我就 人家不是有事吗 对 但是因为这件事结束之后 他就对我挨大不理的又有点 然后我当时就开始反思 我觉得是不是有做的不对呀 然后后来想了想 其实我女朋友 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女孩 就是为我付出了特别多 然后我觉得这么好一个女孩 如果我要放下了 我估计上别的地方也找不到了 他跟你特好 对 为我付出了挺多的 他都为你付出一些什么呀 就是有一次也是哥们 然后我哥们比较多 你哥们还真多 然后他有一次就是去外地出差了 但是他妈妈生病了 然后他回不来 他半夜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当时那天呢 我就跟其他的朋友出去喝酒来着 开不了车 没办法了 我就给我对面打电话 我说那个 我说不行你来我家一趟 我说那个 我一朋友他妈生病了 我说大家跟着他去趟医院吧 他就特别没有犹豫 直接就开着车 然后把我跟他妈把他送到医院 然后就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吧 然后当天他那天也挺难受的 他也没跟我说 我事后才知道这个 他也难受那劲儿 但是他一眼也没提过 然后我觉得心里边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 你说这样的一个女孩 我要是真是把她放手了 我觉得再也不会找到 那你们俩为什么要闹呢 明白不就好吗 但是我没有向他解释过这件事 没解释过 但是你记在心里了是吧 对 他跟你在一起应该没少受你的委屈吧 对 我有时候说话呀什么的 办事啊 有时候就是一根筋 就是不会想那么太多 就是总是不考虑他的感受 就是老是烦恼 然后还有一次 就是我哥们儿就是出去的时候 就是把腿给摔骨折了 就是玩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从他去医院 但是医院那会儿得交那个住院费 但是我俩身上那会儿没那么多现金 什么也没带 后来没办法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 他那会儿刚上班嘛 也没有多少积蓄 他也没犹豫 直接就把钱 把他所有积蓄都拿过来了 帮他把那个医药费给垫上 过了挺长时间 我就是因为我那哥们儿家庭条件不是那么 就是特别好 然后那个那钱也没还给他 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住我对象 我说要不然我先把那个钱 我先给你吧 先替我哥们儿垫给你 然后等他还你的时候再说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哎都不用 都是朋友 不用那么着急 反正我也不着急用 然后后来我哥们儿就是把钱还给他的时候 说那个给那个给你对象买点东西吧 说那个就是表达一下感谢 然后到我对象那块 我对象也说 啊不要 你那个那个都是朋友 不用这么客气 到时候有事你再说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点 我就觉得真的是 就是他这么一个善良 而且对我什么事都特别包容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 感觉我就做的太过分了 哦 但是我一直就没有跟他解释过这些 那今天为什么来呢 我就是想跟他说一下 我就是之前说的一些话呀 还有做的一些事啊 就是对不起他 然后我现在想在这个节目上 我想郑重的向他道个歉 来这道歉的是吧 那你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还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是 哦 就借一个节目来道个歉是吧 想跟他承认一些 我之前犯的那个错呀 然后那些改掉 你还有什么错误 你就赶紧都说了吧孩子 也没想到 就是办的事啊 还有那种的 对他可能 你能接受他这样去 我基本觉得好像 他是为哥们儿就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是吧 这个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因为就是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就是 特别耿直的一个人 特别实诚 没有那些心眼 所以我就是因为他这些优点 所以才和他在一起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太实诚了 所以有时候办事啊 就会不太讲究方式 但是我可能也是 有时候脾气比较急 就是跟他沟通的时候 也是可能语言的 有点不太好了 就是所以 还是挺好的一个人 你们挺有意思的啊 这个在全国人民面前 你就开始秀恩爱了 交往两年了是吧 一年多 一年多 认识两年了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在考察考察他 考察他什么呢 考察他对我有没有足够的包容啊 什么 因为我对人脾气比较急躁 你今天来的目的就是 纯储为道歉吗 也想就是给个承诺吧 是让他给你承诺 还是你给他承诺 我给他承诺 你要承诺什么呢 在以后的日子里 然后我不会再对你发脾气 然后办事 办事的那个方式方法 我会改的 还有如果就是说一句甜的话吧 就是如果你要给我三生三世的话 我会为你种下实力投赖 今天是来求婚的 有这个意思是吧 老徐 你觉得他求婚的时机成熟了吗 我觉得真不成熟 你看你所有的道理你都懂 那为什么不说呢 为什么当时不说呢 为什么要埋在心里现在才说呢 你特别热心茬对吧 这是你的优点 助人为乐 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先知道为什么去做 就如同你的朋友的 那个情侣发生了矛盾 你不明就里 你就去劝人要和 但是他们和在一起合适吗 没有搞清楚 到底原因在哪 就去盲目去帮 好像说在一起就是成功的结果了 不就幸福了吗 如果不幸福呢 那岂不就相当于 你把船顺着水给推到悬崖里 这一点你要听进去 你爱人的这些劝告 对不对 不要一时冲动 而且助人为乐 这个乐是自己享受其中的 但有的时候 你为了自己享受其中这个乐 你不管别人是不是乐 就如同你拉着自己的女朋友 帮你朋友筹划婚礼求婚 你是要给那朋友捧场 你需要人多对不对 但你恰恰忽略了他心里的感受 所以呢 周恩为乐绝对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一定要公平公正 不要把它当成自己人 就不照顾了 我们所有的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快是来自于你身边的人 都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其实你要明白这个问题的关键 你再去道歉 再去认识错误的话 那是我看的是真诚 而不是为了说 你赶紧回到我身边 我其实知道你非常好 在你们俩相处关系里 江凡我觉得付出的最多的 就是你的女朋友 她这是在你们的情感当中 为了你 为了你们的感情付出了很多 而其实你的男朋友呢 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 我相信 也是你看上她的最主要的一点 对不对 所以当她做出这些所谓 有时可能是冲动 有时可能是顾及的 不够周全的时候呢 你除了包容她 还要跟她讲清楚道理 这样的付出才是有价值的 所以我觉得 只要把这个问题理清楚的话 爱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付出给别人的 同样也会得到别人的回报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薛总 来 田老师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能力 都是有无限潜能的 关键是我们有没有 用自己的心去 权衡好 我们整个生活 当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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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的就是 遇到爱不稀奇 但是稀奇的是遇到理解 我觉得男生 其实你真的挺幸运的 因为你遇到了一个 这么理解你 而且默默为你付出 不言语的一个女孩 应该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来跟她交往 我一直觉得在爱情当中 除了我爱你这句话 是最动听的情话之外 还有一句话很动听 就是谢谢你 因为我们往往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会把自己的爱人 当成理所应当 跟我是一样的 我用我自己的衡量标准 去衡量你 我用我自己的价值观 去判断你的价值观 你既然爱我 你就应该跟我是 同样的步伐 前进或者倒退 可是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体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能有自己的棱角 人家不是说 两个相爱的人 其实像两只刺猬一样 在一起的时候 需要彼此收敛自己的刺 两个人就是两个圆圈 需要打破交融 然后才能在一起继续 所以有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 对待人生的一些价值观 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你可能应该去理解一下 他在对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态度 他背后是不是有一些隐情 就你需要的是 像他这样理解你 去理解他 明白吗 明白 所以我觉得 你除了跟他说 我爱你之外 应该跟他说的是 谢谢你 你这么热心肠 这么样的一个好人 如果把这样的热心肠 分一部分 这样的心 分一部分 放到女朋友身上 我相信他 会更加的 默默地理解你 支持你 而且不要对 他的付出熟视无睹 其实有的时候 他没必要这样做 他这样做的原因 只有一个 就是我爱你 好吧 明白 嗯 好 我觉得女孩 没有什么问题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夏老师 来 杜老师 是助人而为乐 不是为乐而助人 小的时候 老师们教我们做好事 说要扶盲人老大爷过马路 我们就天天站在路口 恨不得多来几个盲人朋友 我能把他掺过去 你要是为了自己的快乐 而去帮助别人 不体会别人的感受 那么助人就失去了意义 网上有一段视频 特别火爆 有一个盲人 坐在街口上 前面放一个碗 旁边放一个纸牌 纸牌上面写着 善良的你 请帮帮我 但是走来走去的人 没有几个放钱进去 后来来了一个女士 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她把那个纸牌拿起来 翻了一个面 再写下了一行字 又放在原处 这个时候效果会一样 来来回归的人 很多人往里面放钱 你猜那个纸牌上 她写了什么 她上面这样写的 今天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而我却什么也看不见 为什么两种纸牌的内容 会有不同的效果 这恰恰就像你做的事情 是一样的 前面一句话 善良的你 请帮帮我 就像你对他做的事情 好事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你不能有自己的私事 有好事你必须 不顾一切的去做 你这是一种绑架 而善良是自然而然激发的 你比如说那纸牌的反应面说 今天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而我却什么也看不见 瞬间就激发了 别人的同情和善良 所以大家就会自动自愿的 往里面放弃 而同时那个女士的行为 也值得你学习 如果是你 也许就在里面放放钱 就以为是帮助了她 但是那个女士 对这个盲人朋友的帮忙 就完完全全帮到了痛点 帮得恰到好处 所以说小伙子 帮人是要用心的 而不只是行事 你要彻彻底底的 为别人着想 能够解决别人的痛点 帮到别人内心深处 就像曲总所说的 雪中送炭 其实不容易的 要做一个助人为乐的人 助人的本身要用心 这本身是不容易的 要花心思 爱她 不代表你可以纵容她 当你的爱人 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要做到的是 一面镜子一样去引导她 才负到了爱人的责任 你说呢 嗯 行吧 做一个用心的善良人 做一个有责任的爱人 就这个 听完几位老师说的话 我觉得确实是 我就是 可能没理解到 别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包括身边的人 就觉得 只要我帮助他们了 也许他们就会开心 高兴 但没准事实 就是恰恰相反 也许我真的 有时候是帮了倒忙 听完老师的话 以后我肯定会 将自己的那个做事方式 还有一些行为啊 都会彻彻底底的改变一下 谢谢四位老师的开导 谢谢 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我也有一些错误在里面 因为我这个人可能说话比较冲 然后以后会改一改我这个毛病 然后对他的一些事情啊 我对事不对人吧 然后好好的就是去引导他 有正确的 其实生活就是留给有心人的 就是这对恋人是有心人 只要去做了方法的问题 可以放在其次而讨论 只是因为我们要更进一步 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更完善 所以老师们会讲到了 做善事的一些方法 马上可能你们就要 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了 带着四位老师 跟你们说的一些话 你打算什么时候嫁给这小子 等他跟我求婚的时候 我再嫁给他 等他跟你求婚的时候 你再嫁给他 今天就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还没有对他付出的太多 还有没有对他真正的准备好 你发现啊 不是那种特别冲动 所以今天你们这课上得特别好 谢谢两位啊 你们可以挑一位老师送你们礼物 我想挑涂雷老师送 因为我觉得涂雷老师 能帮我敲醒他 我长得可不是一个送去的样子 对对对对 早生贵子 乐了 不还没答应求婚呢吗 走吧 谢谢你们 谢谢啊 祝你们幸福 请回 谢谢 谢谢